老郭说道 此行一定极为凶险 你一定要小心哪 可别嫌我啰嗦 你想 对方既然引你去 也知道你必然回去 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来对付你 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呀 叶少阳点了点头 小心谨慎这是必须的 不过要说到畏惧 叶少阳心中一点也没有 自从下山以来 自己处理的哪一宗事件 不是凶险之极 好几次都差点挂掉 最后不也挺了过来吗 却无师再厉害 还能厉害过修罗鬼母 三师张国 想到张国 叶少阳心中一沉 虽然眼下这件事情 跟他八成没有关系 但张国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难保不会浑水摸鱼 背后插刀子 不过 叶少阳倒是希望他出现 小马是被他害死的 这个仇自己必须保 一声英灵 从病床上传来 众人起身过去 那个女明星已经醒过来了 睁着迷茫的眼睛 在众人脸上扫过 好像发现了马成 马成上前未问 女明星表示身体没事 但是中骨之后的他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劲地问马成 马成推说是疾病 没有详细的解释 叶少阳等人见他没事 也就离开了 马成送他们出来 跟叶少阳告了别 表示可以提供除了法术之外的 任何帮助 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救醒小蕊 马成最关心的这件事 你帮我买家具吧 我要一个大的浴缸 叶少阳宠得笑了笑 三人离开了 医生和护士进入病房 见到患者已经清醒 没有一点发病的迹象 面面相去 哇 那个外科大夫 神医啊 叶少阳让老郭回去 有事再联系 自己跟瑞冷玉 一起回到了加州 瓜果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了 还在看着电视 瑞冷玉看叶少阳收拾东西 提醒道 你这次去 可是会有危险 你最好 把能带上的都带上 叶少阳想了想 把一些平时 用不到的法剂 也带上了 其中包括 山河设计图 本来自己还想 进入山河设计图 看看九尾天虎怎么样了 再找林三生聊一聊 眼下是没时间了 第二天一早 瑞冷玉开车 送叶少阳去机场 叶少阳把瓜瓜也带上了 他所有的鬼谱中 留在身边的 只有瓜瓜和雪奇 雪奇还被谢雨晴带走了 协助他处理灵异事件 也算是积累阴德 自己要去湘西这件事 他没有通知谢雨晴 和周景如 免得他们担心 你自己小心一点 如果遇到困难 记得说一声 瑞冷玉把车停好 转身望着叶少阳说道 能不能 来个吻别什么的 叶少阳为了制造轻松 开了个玩笑 歇 你俩都睡过了 还装什么青春 瓜瓜故意讽刺道 两人脸色都是一红 同时伸手去后座抓他 瓜瓜也没那么傻 早钻出车窗跑了 湘西 在湖南省西北部 四省交界 山多地少 是苗族和土家族的聚集区 湘西是巫术的发源地 雷射范位 几乎包括了东南四省 因为是少数民族自治 和山区延绵 一向比较封闭 虽然近些年来 凤凰古城火热 游客络绎不绝 但热闹的地方 也只限景区 更多的地方 尤其是四省交界的山区 仍然是老样子 对外人来说 充满了神秘 上次为了追杀血骨师王 叶少阳跟谭小慧 一起去过四川 经过十万大山 但也没有深处 事情办完之后 就即刻返回 而且 虽然那一带 也是苗人活动的范围 但是湘西 是正儿八经的苗族自治州 巫术的发源地 叶少阳从来没来过 但在一些典籍中 也经常见到湘西这个地名 心中也是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向往 在张家界下了飞机 叶少阳又乘坐车 去湘西的火车站 进站的时候 工作人员拦住叶少阳 指着呱呱 告诉他 这孩子要买儿童票 呱呱修为高深 能白天现行 本身形象也是个普通的小孩 所以没有刻意的隐形 叶少阳无语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让呱呱进自己的背包里 你就给我买一张儿童票呗 呱呱绝着嘴 我想有个座位 自己坐 感受一下 惯你的 买票你掏钱呐 叶少阳指了指背包 进去 呱呱无奈 也只好钻了进去 回到了安检通道 那工作人员还记得他 好奇地问道 你的孩子呢 卖了 叶少阳出示了身份证和票 走了过去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工作人员 从湘西火车站出来 天已经黑了 叶少阳拿出手机 翻出了沐清雨的号码 沐清雨 就是瑞冷玉那个朋友的妹妹 之前瑞冷玉同的说好了 让她来火车站接自己 之前在火车上 叶少阳已经通过了电话 告知了到站的时间 结果电话没打通 对方关机 叶少阳无语 看着出站口一堆钱来接站的 也不知道哪个是 于是拍了拍瓜果的肩膀 说道 你帮我一起找 我怎么知道是哪个 二十岁以下 身材娇小 长得应该很漂亮 瓜果惊急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他这么详细 听他的声音 我猜的 瓜果皱起了眉头来 这不科学吧 你从声音能听出年龄 还有可能 怎么听出人家的长相和身高啊 声音很甜 长得应该很漂亮吧 对于这个理由 瓜果也是醉了 两人一起找了起来 发现符合目标的 就上前去询问 结果都不是 还有一个 约的去开房 当然是付费的 这样不是办法 看我的 瓜果跳到停车的水泥墩上 大声地喊道 木轻鱼 银量巨大 犹如喇叭一样 顿时有不少人回头看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过来 盯着叶少阳 这妇女没别的特点 就是胖 非常胖 瓜果扑制一声笑出来 拍着拍叶少阳的胳膊 你的美女来了 保重啊 叶少阳也是大跌眼镜 虽然自己是来般正人 不是泡妞的 但是有美女在身边 看着也扬眼 在眼前这位 妇女走了过来 探寻地看着叶少阳一眼 叶少阳先生 声音不像 难道是电话里变声太大 叶少阳几乎都不想承认 还是点了点头 啊 沐清语吗 啊 我是清语的姑妈 清语的车 坏在路上了 委托我来接你 你好 叶少阳长出了一口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兹